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你一眼就把他瞧出来了 你不是本山的侨父 本山只有一个侨父 允许打柴 就是王老师 而且你这个匾 能跟这斧子 就是王老师的 同龄然给识破了 这个渔人本来 坐在一块石头上钓鱼 跟同龄一交谈 从石头上下来了 他带个大斗鱼 把这斗鱼摘去 同龄一瞧 这个人岁数不小了 赤面金睛 长一张猴脸 同龄心里不一动 竟听说巨婴山的大寨主 就叫赤面金睛 散武空 赵辟赵如成 这是不是就是赵如成啊 还真让他猜对了 这个渔翁正是赵如成 大寨主 同龄进山 碰上头一个巨婴山的人物 竟然是总侠大寨主 绕如成一桥同龄 这是山外来的人 拿着王老师的匾子 跟斧子 他此时关注点在王老师身上 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人 要不然他也不能 就许他一人打台 他问同龄 王老师这匾子跟斧子 怎么到你手里了 你是什么人 而且他瞧出来了 同龄身上有把势 武术有多高 不好说 但是 你练过 带着出来 就是这个人呐 甭管搞什么工作 他本身的职业特征 都能带出来 在本行业 越精熟的人 他越带着出来 你要听我们过去 有一段相声 在杠刀子 就是 我们这行讲 就全不离手 曲儿不离口 老得练 您拿我们来说吧 平常这个说话 有人就跟我说 说您平常说话 就跟说书似的 我自己不捋话 我认为 我认为我跟您 都说一样的话 可是在一般人来听 听我日常当中说话 说您就有舞台签 其实我们在台上 追求的是生活话 尤其我说书 尤其我说书 就跟台底聊天差不多 没有过多的舞台签 老说书的都不这么说 老说书的就广是书里的内容 和拉的典故 他不聊天 这杠刀子 就是说这个推头的 平常 他有一块皮子在手里边 他这刀子老杠 老杠 您为什么 他刀子随时用 他不杠不快 那唱戏的呢 老是上午的精神 说话 办事 行动作过 能带出身段来 结果酒铺的女掌柜 就把他们全都认出来了 就这么一段子 郭忠祺老先生 有录音 有时间 您听听 说得好 那么你身上功夫 外行人瞧不出来 内行人一瞧就知道 赵无诚就问他 怎么回事 你把王老师怎么着了 你先说这个 而且你身上 既然有把式 混到我的身中来 一遇何为 我愿你实话实说 不说实话 一会儿我把你拿住 带到前山 动以飞行 可与你大大的不利 赵如诚想这个 我是本山总侠大带主 你还跑得出去吗 纵然你身上有点把式 赵如诚 那个武术高啊 也没把 这个桥夫放在眼里头 可童爱川 现在也练出来了 阅历到这儿了 童林乐了 哦 您愣会瞧出 我有把子来了 不错 我当然是跟您说实话 可说话之先 我问问您 您 是不是姓赵啊 不错 赵如诚更没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了 这山下他说了算呢 就实话实说吧 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本山上都 有一位总侠大带主 说个字说 叫赵批赵如诚的 是阁下您吗 是我呀 同林一听 真得说心花怒棒 喜书望外 该找 我这还别人找你打听呢 打听他在哪 你在这碰上了 狭路相逢 这个环境 此时此景大大有利于我 他是本山的大寨主 平常也是前呼后拥 而且他山上能人居多 比我同林有能耐的 多了去了 我要在那种场合上见着他 有没有这样单打独斗的机会 不好说 即便有 我就剩了他也勤不了他 但是此时 这机会太难得了 一会儿我们俩动手 他没有帮忙的 能剩他当然是最好 不能剩他 我也好跑 这里的数目很多 真打不过他 我跟他一绕大树 许他绕不过我 因为我打小练的就是绕大树 所以同林一听他承认身份呢 很高兴 反而倒不慌了 那您要大带主啊 就对了 愿不得您认得这条扁的呢 您提这王老师啊 跟我 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关系 我们俩是表兄弟 赵批一瞧 这人能言善便不慌不忙 并没有言辞闪烁 犹豫不定的地方 一时难辨真假 这人说瞎话 咱们能感觉出来 那当然了 连您 各位都算上 连我都算上 咱都说过瞎话 恐怕没有人敢说 我这一辈子没说过瞎话 有的很多的瞎话 是善意的 跟孩子 打小就说瞎话 小孩那么点 你不骗他不行 老人不骗也不行 你给老人买一件挂子 冬天给老头买件羽绒服 挺薄 挺好看 老头得问呢 这羽绒服多少钱呢 这四十 老头已经真好 四十块钱行 能搁那儿吧 回船 第二天就上身了 您外婆一千八买的 回来得跟他说四十 可就怕有那老人认真 哪买的 真麻烦 你要说哪买的 第二天他许瞧去 可是我说这也是前几年 现在也不行了 现在老年人也会扫了 拿手机把那牌子一扫 账网一查 这牌子正品多少钱 一般卖多少钱 包邮多少钱 什么什么平台 商家多少多少钱 全能倒出来了 就说这个瞎话说 都是善意的 过去老人都说瞎话 你说您您吃 我不吃 我不爱吃那个 我嚼不动 实际不是 就为了孩子们吃 所以生活当中 男女老少都算 这一辈子都得说多少瞎话 但是有的人 说瞎话说惯了 仨意都没实话 那脸不红心不跳 大骗特骗 一般人说瞎话 情绪多少都有点波动 尤其小孩 你瞎住他说瞎话 赵如成这一辈子 什么人没见过呀 你说瞎话他能瞎不出来吗 可是他瞎这同林 气定神贤 说的就那么真 我们俩姑姑亲 他爸爸是我舅舅 愿不得赵大寨主 您不认得我呢 我不在你们山里头住 多少年前 我跟着我妈 来过这山里头 穿门子 瞧瞧我舅舅 这多少年不来了 现在我母亲上岁数了 就跟我说 这个亲亲别断了 这要说亲亲多 也就罢了 就这么一门石的亲亲 姑舅亲 辈辈亲 砸断了骨头连着筋 娘亲舅大 非让我瞧瞧舅舅来 我这又摸进山里头来了 还等下来着了 赶上了 赶我舅舅 年迈体弱 而且身染重病 赵如成一听这个话满对 因为赵如成自从 允许王老师在山中打柴 还很关心他的 隔三差五 派人就慰慰慰慰慰 有的时候赵如成寻山 也能碰上王老师 见面 无多有少 也要赏几个 临走的时候 总要交代这么一句 见你父亲 给你父亲带好啊 或者碰面 说你们老爷子应朗啊 总得问这么两句 过些日呢 听说有病 再问 有辩词了 怎么样 你们老爷子病好点啊 王老师也说 不见好啊 越来越重 以后连门恐怕都出不了了 原先我还想带着出山去 找人给瞧瞧 瞧这意思也瞧不了了 所以赵如成 知道王老师 他爸爸 这王老头身体很不好 红林这满 都是从王老师那 知道的 他说的对 赶我舅舅 这些日子就落坎 王老师在家就盯着老爷子 我这一进山他可乐了 他把匾子跟斧子就给我了 他说您替我受累吧 帮着打点柴 老爷子这儿动不了 他也出不去门 可也得吃啊 回还得上山外的请大夫 抓药 用钱的地方是多的 做吃山工不行啊 让我在山里头帮几天忙 替王老师打几天柴 没想到在这碰着您了 他可跟我说了 山里头不许别人打柴 赵大寨主的山规很严 只许他一个人打 要是碰上别的人 多有些个不便 唯独碰上赵大寨主了 看着您了 您这人是最通情达理 跟您一说呀 不但不怪 反而要有赏 另外他说碰上别人也好吧 山上很多寻山的楼楼 都认得那条匾 能跟这斧子 到时候把话讲明 匾的斧子给他们看 他们也就让我打了 没想到我造化 到山里面打台 头一天就碰上您了 比碰上他们谁全强 有您一句话 我在山里面是任意的行走 方便许多 打起天台 给他们存下 够过些日子的呢 我自出山去伺候老娘 这教教 这回再瞧完 不定猴年马月再来了 到时候人还有没有啊 可就不好说了 可这篇话说的 还真圆去 这要跟原先同龄 可说不出这瞎话来 现在有阅历了 这瞎话说的 蛮好 招称一听也乐了 哦 你们俩姑表兄弟 替他打柴 这暂且不提 全当这是真的 你的功夫不错呀 走得离我很近 我才发现 可见你的功夫了得 尤其你这个下盘很稳 你在这腿上下个大功夫 赵如成是武术家呀 下盘稳 清宫好 一会儿你跑得又快 我不好逮你 就防着你要跑的 另外你往这一站 左手扁的右手斧子 你以为我不懂 暗含着这就是个架门 你时刻防备着 我跟你动手呢 怎么亲表兄弟 你会有这么高的武术呢 你随谁习武啊 你把这事跟我说说 这怎么编呢 同龄也是福治心灵 这叫贼起飞治 您问这个 这个我得说您两句 说我两句 说我什么 您走眼了 我走什么眼 我这武艺就跟我舅舅小的 不但我这把是跟我舅舅小的 连我这表兄王老师 他也跟我舅舅小的 小什么老太太带着我进山干嘛来 就是找我舅舅习武来了 我舅舅那真得说 有剑客之能 是吗 你舅舅有剑客之能 打小 王老师跟他爸爸小 那武术都已经练到头了 我舅舅随便给我说了点 我自己回家瞎练 还练成现在这样 您说说 王老师天天跟着他亲爸爸练 那功夫错得了吗 这练武练的一定份上 您知道 怎么就算练成了 周诚一听 我这练一辈子了 也不敢说自己练成了 怎么就算练成了 练到别人瞧不出来 他身上有把势 那就算练到头了 听说您的武术不错 您愣不知道 王老师会练武 您这不是走眼了吗 是啊 哎哟 赵柔成一听 那王老师功夫练得一定份上了 装得也太匀似了 我只当王老师 真老师 什么不会就是寻常 打柴的侨夫 我见他多少次 当然了 他在山中打柴 行动迅速伸手脚健 脚一般寻常人 那是利索得多 可真要在我们武术家 眼睛里边看呢 笨手笨脚的 那他这一打就躺下呀 难道说 他真的随服习武 是武术家吗 他这爸爸也是隐居在山中的高神 能够吗 你看 我妈这次让我来也是为了找我舅舅 习学他真正的绝招 真我舅舅一死呢 哎 也没准我接王老师 母哥俩就出山了 我要二次随他习武 你先等等 他父子有这么高的本领 隐藏在我山中 做什么呀 高人呐 我舅舅就这性格 干老林泉 隐居山林 不愿出事 这辈子就算忍了 王老师呢 真老实 别看这么大能耐 就是父子相依为命 打柴为生 他就这人 那我简直的比不了 赵书成 对自己总有个自信呢 想我习武半生 诺大的年龄了 这人练过武没练过武 我会走远到这地步 照他一说 这王老师也未免太高了点了吧 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这表弟 我王老二 你也姓王 那巧了 我们老太太 嫁我爸爸也姓王 好吧 王老二 柴你也不用打了 吃什么呀 我给 这不碰着我了吗 你先带着我呀 购奔王老师家 见你舅舅 见王老师父子二人 我当面问一问 倘若他二人亲口对我说 你是这姑姑家的孩子 那二话没有 你在山中所有的吃喝 我包 就是你救救这病 我派人找大夫给瞧 但是有一节 他们甚至有把势也好 没把势也罢 我必须要问一问 真要说他们二人身怀绝迹 引在我山中这么多年 实在是令赵某钦佩 不但钦佩 我承认疏远 他们要是打算出事 我秉明侯爷 大大的封他父子的官职 连你身上有莫大的好处 就即便他没有你说的那么高 我总是以理代之 代若上宾也就是了 现在旁的话不用说了 王老二 引着我去见你的舅父跟王老师吧 走吧 这片话愣能把这么大的赵如成给唬住了 行啊 那走吧 这山里头 我刚来 我不如您守 这我转了会儿啊 我就快转向了 我这舅舅家 我未准找得着 倒不如您带着我走 嗯 赵成新了话说 我带你走 我带你走就跟你带钱餐去了 还是我跟着你走吧 你怎么来的 咱怎么回去 彤林新了话怎么来的 我知怎么来的 那得了 我再往僻静的地方带了 哎 专找没有路的地方走 行 赵在这路 跟我走 跌了这斧子 领着赵如成 往树林的里钻 赵如成一瞧乐乐 狭子 一片狭话 你满不认的路 你根本就不是从王老师家来的 王老师家就不是这方向 道路你认错了 大方向你不能认错了 根本也不是这条路 我倒瞧你是何如人也 意欲何为 你要打算暗算我 那绝办不到 三转两转 转林的里去了 赵如成说 王老师别走了别走了 神圣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如成 满面怀疑之态 要摊牌了 而且叙事待发 就准备动手了 同龄也乐了 跟你闹着玩 还上脸了 急了急了 没劲了 没劲了 什么没劲了 我进山实际 就办点自己的事 哪知道走这儿 碰您了 说两句笑话 您还真认真了 说姓什么叫什么 阴河进山 王老师到底怎么样 王老师什么事没有 你放心 别瞧我拿着他的匾子 拿着他的斧子 我抢来的 人可没害 为什么这么说 他得把王老师的 干系摘出去 他要说我跟王老师 勾结好了的 他知道我的身份 还把斧子贬的给我 那不等于给人出卖了吗 我抢他的 抢他该抢他 人我没伤 我把他打不走了 我也不怕他到前山去报告 但我没想到 我这么样的幸运 碰着您了 碰着您就省得我费事了 实不相瞒 必忍我姓童 啊 姓童叫做什么 姓童单的名领 婊子海川 江湖上 大伙儿抬爱于我 捧我 称我为侠客 镇八方紫面 昆仑侠 随行委员 办差关 前来贵山攻干 哦 赵如成 再一瞧 紫微微一张脸 穿着拿板 明白了 不错 这正是同林 哈哈哈哈 好大胆的 同海川 你的胆量 未免也特大点了 本来的不小嘛 不过我倒相信你说没把王老师如何 你这么大侠客 不必为难我山中一个打柴的 你刚进山就碰上我了 这是你的幸运 也是我的幸运 可这吊个儿说呢 咱俩准有一倒霉的 也许你倒霉 也许就我倒霉 狭路相逢勇者胜嘛 既然铜侠客有这样大的兴致进我山中 那没别的 您得留下两手功夫 本寨主我陪你走上三趟五趟 有道是盛名之下无虚事 近些年来 静听江湖人传言 晚生后辈当中有个同海川 甚是了得 高人的传手 名人的指点 堪称狭义二字 今天在这儿得惠尊严了 你到我山中有什么功干 赵某我完全支持 不过有一节 胜了我之后 全都好说 就即便你失手于我 你打败了 也没别的 铜侠客 我有良言相劝 哦 愿文债主高论 同某席耳宫听 海川呢 想我照批 虽然占山 也是事出有因 托不得已 我须掌你几秋 总算个前辈吧 那么我劝你两句 既然身在江湖 为何又投名利官场 与人充当爪牙 作为鹰犬 江湖一事 有所不齿 既来到我的山中 不如 气泻投降 跟着我 咱们二人手挽手 勾奔前厅 面见西安侯 将你进山之事 当面禀明 那时西安侯 封你在山中为官 日后共图大事 岂不是风气印子 扬明天下吗 同柠一听 好啊 大寨主金玉良言呢 可是有意见 您保的西安侯 我保的是当今万岁啊 您说 是西安侯站的地方大呀 还是当今的皇上 地方大呀 怎么见得 您就成了大师了呢 您劝我投降 我还劝您投降呢 您吃的盐 比我吃的饭多 走的桥 比我走的路广 您是明白人的 现在您气泻投降 我不跟您到前山 您随我出山 面见钦差 共同进京 或者说就此道凡 聚英山 献出西安侯 岂不于国家 大大的有功吗 到那时 也是观高绝险 扬明天下呀 比您做山贼水寇 又强上许多 真得说有天壤之别 不可同日而语啊 他能给您什么呀 您那要是保了皇上 不比保他强吗 海川呢 你还是太年轻啊 我已然 是聚英山的大寨主了 你要知道江湖人 最终一七二字 那许多江湖上的 骑人都是冲我 赵如成来的 煞雪为盟 一个头碰到地上 我们是把兄弟 我身为大寨主 随着你前去投降 这个义气 何在呀 江湖人能那么办事吗 哦 人家这还没投降呢 我大寨主先投降了 我跟你见皇上去了 我也对不起西安侯 也对不起西安侯这些个弟兄 这个义子当先 你身为侠客 不能不明吧 真令我可发一笑 你笑什么 大寨主 此一番言论 堪称无知二字 这么大的照片 赵如成 让童帝给骂了 无知 太幼稚了 你说的义气是什么义 你说的义气 英雄气短 儿女清长 什么弟兄手足啊 这是江湖上的面子事 为了你们这点江湖义气 甘心反叛国家 以小犯上 霍乱于天下 放大义而不韦 见小力而亡命 你赵如成还敢在我面前提义气二字吗 同海川 不要口出不许 你要想早想不想 今日难逃攻断 我也知道你赵如成厉害 既然知身犯险 早将生死二字 置之脑后 你不是提义气吗 你可知凛然大义四字 愿孝前朝 阎鲁公 以身殉国 赵如成文武双全 一听同龄 好厉害一张厉口 拉点了 咱们这要说一说 阎鲁公 阎真卿 你要查大义凛然这成语 说的就是阎真卿 那历史上 为什么阎真卿 堪称大义里然呢 在唐朝 您要知道欧柳言兆四字家 人家是书法家 不知道哪位您写字啊 阎体很了得 叫阎金刘谷 就是阎真卿 跟柳公权 他们两个人 这个字 你要学会了 写出字里就有筋骨了 一般学写字 都要学这两家 叫阎金刘谷 阎真卿 他当然是个文末人 大学问 但是唐朝中期很乱 暗史之乱 阎真卿就立过功 平过盼 后来李希列造反的时候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李希列是怀西节度时 他书当初就是怀西节度时 他书就残暴不仁 当权的时候 就很厉害 他死了之后 这怀西节度时 应当朝廷再派 他不让朝廷派 给他亲侄子李希列了 等于别人都是 委任制 唯独他们家世袭了 李家世袭了 所以打那会儿 李希列就不听朝廷了 后来果不其然 反叛了 反叛了可是他很厉害 经过暗史之乱之后 朝廷很虚弱 这会儿已经不是 当初贞观之志了 到唐中期的时候 已然就国力不强 而且打仗 要不您怎么听 后来唐唐五代的时候 这么乱 天下大乱 这是唐朝啊 他越来越弱 这个国底的薄绕 怎么样啊 朝廷不想征讨李希列 就派人去劝降 派谁呢 皇上想了半天 说派严真卿去 严真卿这会儿都七十多了 七十多岁人 第一有面子 第二呢 七十不打八十不骂 李希列再混 他不能把老延怎么样了 就要跟老延一说 严真卿跟皇上说 行您蒙完了 既然朝廷给我这任务 我到那准办好了 他这一答应不要紧 大伙劝他 不单劝他 劝皇上 纷纷上书 全给皇上写信 您别让严真卿去呀 夺着岁了上那玩命去 这李希列一耍魂 还帮着把他杀了 骂老头子几句也受不了啊 为了一个国家反叛 而是故宫之臣 把老臣送去送死 这可不行 大伙一头劝皇上 一头劝严真卿 这老头子还很拒 皇上去能不去吗 你们这不等于跟李希列一样吗 不听皇上的话 不就是反叛吗 我先别劝李希列 我先劝你们吧 老头子写字写得好 挨个给写信 每人都得了一张书法真品 掩体字 给他们写 咱要给皇上写信 说您放心 他们说什么 您都别改主意 就我去 他当初立过功啊 安史之乱 评判有功啊 面对叛军 他很有胆子 到这儿 见李希列 李希列一琢磨这老头子来 真麻烦 气势多了 先吓唬吓唬他吧 让一百多人手持尖刀 等着老头子 颜真轻一进大营 一百多人往上唯拿刀子就捅 可是李希列教的别真捅 帮一百多人捅他 有一人一捅就完了 拿刀子往前捅 颜真轻怎么样 直到没那么回事 就跟没看见一样 昂首阔步往前走 愣床 面前就是刀阵 根本不在乎 快八十了 我还在乎这个 安鲁山不比你残暴 不比你厉害 我都没含糊 这一百多人也不敢挣扎呀 也不知道他什么功夫 愣不躲到 李希列可真行得出来 往老头子身上一趴一护 你们这干什么 都躲开 去 走 走 你让我们拿刀子吓唬他的 李希列会这个 还护着老头子 这帮人太混蛋了 人真轻心了 或者说 你不让他们拿刀子 比我他们敢吗 怎么着 皇上让我来了 咱商量商量 李希列说的也好 您琢磨琢磨 我还一听您说就投降了 我不造反好不好 我已经反了 叫开工没有回头见 您说这话 全都白费 没法子 我不能听您的 就把老头啊 刘的营里不给软禁起来了 软硬监视 后边挖一坑 要活埋 阎真青 他不跟阎真青说 他还得冲好人 让手下当兵的 给老头子拽在坑边上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你再多嘴 就给你埋这里头 阎真青 阎真青 我头子 处着棍 瞧这坑 小了吧 我好歹也国家一品大员 你们这挖坑买我也得按着规制饭 怎么也得能大点 一丈见方 这哪成啊 跟西列这孩子说 买我行 挖大点 挖到我满意 不用你们买 我自己往下蹦 这去哪的事 像话吗 老头子天天 别看困在营中不让走 破口大骂 什么难听骂什么 当然人家没带脏字啊 人家有文化人骂街 不能带脏字 有的人知道 这书法家呀 趁他活着 您把这骂着词都写下来 怎么办 人家说不行 不给 后来李希列实在没辙了 把老头子关到一庙里头 叫兴隆寺 最后 这老头子怎么说也不行了 让手下人 把老头给勒死了 大唐朝一代名臣 欧柳延照这么大的书法家 就让李希列派人 在寺庙里都给勒死了 但李希列后来也没得好 一直没想 可朝廷也没把他怎么样了 中间打过几次战 互有输赢 最后他一步下 在酒里下毒 给李希列要死了 然后带着李希列的部队 投降朝廷 颜真卿77岁 死在李希列的营中 历史上评判 他叫大义凛然 现在我也一个人 佟林现在会拉点 佟林说 我也一个人到你这了 这全你的人 此刻咱俩待这地方 都也没有别人 你只要张嘴一喊 他们随时就到 那时节一齐下手 难免我同林束手背擒 我打不过你们这么多人 可是有意见 你赵如成身为大寨主 有能耐 你别喊 咱俩就凭真实的文领 我倒看看巨英山的大寨主 有多大的能为 赵如成一听点点头 娃娃 原样你这句话 要喊我早喊了 我跟你上这里来干嘛 来来来 咱俩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 他拿鱼竿 因为他平常也不使鱼竿 他也不会用 你让佟林拿匾的斧子 也能比回一气 但他也用的不趁手 这样 别动家伙 我这鱼竿 你那扁担全撂去 咱就手谈手谈 咱俩人就打拳 竟听说你通林 把务长打得好 倒看看 孰强孰弱 我也看看 这样的晚生后背 有多的能为 有倒是厚生口味 我 绝不跟你客气 没有一点 轻视你童海川的意思 同林一听 这就不错 话说柳说 拿话 把这老头子买住了 他先别喊 咱也不知这 哪有机关消息 他爸一瞪 铃一响 一会儿胡拉来一大帮人 打得过打不过 我也跑不了了 跟他单打独斗 先把他打躺下 我好有机会跑啊 这会儿 同林已经不想别的了 能够全身而退 已是侥幸 但话 可不能这么说 好啊 那么倘若 同海川侥幸 我要胜您一招办事呢 什么意思 就说咱俩人比拳 万一我把你赢了 怎么办呢 把我赢了 你赢不了我 啊不 万里有个一 我要把您赢了 怎么办 赵如成不活着了 以死相谢 那也不必 我要把您赢了 您跟着我出山 购奔沃云庄 我们一直把您送到北京城 这场官司 您自个儿盯着打 可以 那么话又说回来 我要把你赢了呢 那就任凭你处置吧 山是你的山呢 我在你山上 你把我赢了 那是杀是寡 是留是放 全任凭大带主啊 好 既是如此 同侠可 请 请 两个人把手里东西全撂去 同林找的地方真好 身旁边都是大树 唯独这个地方挺宽敞 那个野生的树 跟人工种的树不一样 它是优生略探 长得一定分上 谁长得高 谁就长起来了 那长得高 这越长越粗 越长越粗 上面这叶子越来越厚 下面这树 就见不着阳光 见不着阳光 慢慢的它就不长了 所以能长成大树的 那距离都很远 不是当中间没有植物 当中间长不成树 跟人工种的树不一样 人工种的树辈密 听说一棵树能赔好多钱 有信了啊 有信咱们这片要动 负担房子赔钱 树也赔钱 种 我真见过那树 两棵树中间 一手指头都插不进去 一棵一棵 什么活不活 死不死的 本来测量的时候 那有一棵树就行了 一个大门口能种 好几百棵树 一棵一棵一棵 全都那么憨 简直的就跟绑炸了 差不多了 野生的树 每棵大树 中间都有很大地方 这些人练武 全打握牛之地 有一块地方 牛能趴下 这俩人就能打拳 您算这么大地方 那还不够俩人折腾的 听听思外一点 动静都没有 赵如成新了话说 哎呀 没想到 我在巨鹰山会走单 这地方愣没别人 好在就同林一人 同海川 请 两个人 各刀一生请 当时动手 这一动上手 您还别说 虽然是拳脚相加 倒也有些个凶险 赵如成的功夫太大了 饶着同林三次学艺 这么大能耐 丝毫不占上风 就凭着柳燕棉司八部长 招式不断 他这个八部长是连环的 打出去一招接一招 接一试 连绵不断 赵如成也无非就是 见招破招 见尸破尸 赵如成一瞧 不忘这么大的名望 年纪轻轻 得名于天下 这招多有不认识的 怎么练来的 可是这一套柳燕棉司八部长 都快打完了 没奈赵如成如何 把招式一变 别看没动兵人 这里边也有月的招式 也有剑的招式 就全画在拳脚之间了 赵如成频频点头 看得出来 这不是拳法 但是 拳练到一定分上 能会变化二字 就了不得了 你要看武侠小说也是 废花折叶皆可伤人 那就拿着什么是什么了 招成功夫也练到一定分上了 还是刚才那句话 该怎么打怎么打 两个人眨眼之间 二三百招可就打过去了 打的同龄 不免有些个气躁 赵这么打再打二百招 我也赢不了赵如成 同龄这一位的 所犯的毛病就是这个气盛 说现在不月里到了吗 那分面对谁 面对赵如成压力大呀 都是一个段位的 但人家常盛将军没败过 我成不成啊 其实现在同龄那能的 要跟赵如成坎坷一战 但打时间长了 不能把他拿下 这就开始走脑子了 未免手底下脚底下 就透出一点乱来 赵如成的经验太大了 一看哦 他的拳脚也不过如此 那就该瞧我的了 陡然间把招式一变 这么一加紧 反手为攻 同龄才知赵如成的厉害 都是猴拳 那不一样 宾母二哥那两下子强多了 那是说二哥谁呀 一轮明月赵九州仓首不援呢 猴杰呀 猴拳打得多棒啊 那赵如成照着猴杰就高许多了 两个人眨眼之间又几十下过去 同海川一瞧要坏 此时要跑还来得及 再跟他打我可就真走不了了 同龄刚想说 停 那意思怎么着 全脚领教过来 再领教兵人 他带着兵人呢 赵如成出来钓鱼呀 你知道有兵人没兵人呢 我拿兵人把他问住 你说你没带兵人 你去家伙去吧 我在这等你 你前脚走我就跑 你说你带着家伙 那咱俩家伙再比我比我 有家伙那同龄胆就肥点啊 他刚想喊停 两个人各自转身行 他得让出不眼了 才能喊呐 才能说话 要不是动着手呢 一转身行这功夫 由林子里边打出一二东西 赵如成面对同龄这样的人 也不敢掉以轻心 敢说全神贯注 又搭着刚才动手之前 已经听了 寺外没人 这术后有人 真不知道 自己掉脸来 这东西已然到跟前了 这么大赵如成愣没躲开 正在前胸 这下打的 这亏可吃大了 愣给赵如成打一跟头 哭通一下 一球行物 打着前胸上 翻身栽倒 同龄一桥过去 摁住就把 生擒赵如成 你这说书说到这儿啊 我得稍微给您解释解释 这个做书的人 他也动脑筋 他跟前面不能太雷同了 往往咱们一说 公山夺战 得一层一层的打 到同龄跟赵如成动手 投了那书多了 以往的经验都是这样 打同龄出世以来 什么叫烈焰寨啊 什么叫八五山铁山寺啊 什么叫玲珑岛啊 后来的建山的万龙啊 等等等等的 就跟您玩游戏 是得一关一关的打 没有直接到官邸 打大boss的 这进山 头一个就碰上赵如成 见着赵如成还就生擒了 你这书编的 那么打完去樱山呢 完了 同龄 过去生擒干嘛 你不有兵认吗 抛出来 噗 结果赵如成的性命 雍正建侠徒 就此杀青 那王岳波 饿死 他原文也没那么写 我也不乐意那么玩 还一本多呢 还得接着说呀 但就说他煞费苦心 用新的手段 新的写法 他反着似的 先把大寨主给擒了 这边怎么在营救大寨主 这边怎么样 别让他营救 山该打还得打 按部就班的还得来一回 但是赵如成呢 他先让同龄给他逮着 这也是捧同龄的意思 有的老说 见牙毒见牙毒 说说着同龄丢了 没同龄了就没意思了 哎 这回打去樱山 同龄出来了 捋着同龄那条主线 又说了 不仅同龄出来 还得露脸 替赵竹赵兰田探山 到这儿巧遇赵如成 有人暗中相助 生擒赵平 过来捆离 结结实实 糊了糊涂 让同龄给拿了 把赵如成拿来这地方 咱就不说许多废话了 再跟赵如成聊 扶不扶 扶不扶 俩人在矫情就没意义了 赵如成信了 这难受就甭提了 也不知道谁暗中 打了自己 拿什么打的 也不知道 没看清楚 人就趴下了 愣让小辈同龄 把自己擒了 但是怕他喊叫 同龄把他嘴给堵上了 然后就把赵如成 往肩上一扛 冲着林子李微微点头 他也不知是谁 多谢 林子李也没人理他 往先一塌腰 扛着赵如成 出巨英山 艳落无数 眨眼之间回到了沃云庄 就抓回来了 说这忠家总得有点事 没有 什么事也没有 您甭盼着了 就把赵如成给逮回来了 来到了 庄子一万 沃云庄的一条铜虾 回来了 扛回人来 很真露脸 有人顺咱们这偷东西 把东西偷走了 赵兰田赵老爷子 觉得脸上不好看 咱们也得去他那儿 也得偷他点忙 你看我们铜侠阁到那儿去 偷人 这么说不合适 这么大铜侠阁能偷人吗 走了 侠阁爷 您这上山上把谁给扛回来了 把谁扛回来先别说 他这一道个子我够呛 我这看上他 他这腰里有东西 整垫我脖子这儿 也不知什么东西 当时捆的时候急于出山眉戏看 把他撂起 我先瞧瞧 可不敢给他松绑 四个人过来 摁着大寨主赵如成 那腰里果然鼓鼓囊囊 童林伸手上 那腰里边 肺挺大劲往外一掏 拿在手中 回忧的哈哈大笑 正是 卖门奴 蔷冬生 蔷冬生